TAS读硬币空降热搜第二 郭老师败诉将继续起诉 FPX冰岛内幕终于公布 含义直播爆料诸多细节 就在今晚各种大瓜连番爆出 我等吃瓜群众目瞪口呆 先是贴吧老哥聘了个涛博中单读硬币 然后到图哥随手一发 好家伙直接热搜第二 在打LBL的大壁哥看到热搜各种大量 压抑内心暗喜也不解释 他太懂直播了 什么我是热搜啊干嘛 卧槽我看到 麻辣伤 麻辣伤个怎么有 防プラス冰岛怎么也有 防プラス冰岛 冰岛 我没看 没看那个人说的 不过涛博独硬币确实是个闹剧 我在贴吧费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到了那位P图大佬 好家伙 怕你们不知道 涛博非可已经准备就绪 至于郭老师 则是与RNG的官司败诉了 败诉不说 还需要支付全部的受理费三万多 郭老师是闹神费力还贴钱 但仍然表示 不会放弃 继续上诉 最后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冰岛的内幕终于水落石出 请看寒意爆料 冰岛第二轮之前 他们跟T1 跟EDG分别打了训练赛 那个训练赛打得很差很差 然后导致后面的 对内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每个选手其实 都想的是自己的问题 就是那两天的训练赛打完之后 在比赛前 管理层也好 赛训组后勤 其实都没有把那个训练赛 所给学生带来的 很差的影响解决掉 就导致了第二天比赛的时候 你们看到了 他们好像是零杠三出局了 是吧 没有你们所谓的冲突啊 敲天零杠 在冰岛有打架 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当时去冰岛 后勤做的最差的队伍 应该就是放PLUS 拳头只能去十个人 那放PLUS的后勤 去的人其实是最少的 在对选手的照顾管理 跟情绪上 其实是很差的 那我刚才说了 冰岛的事 只是爆发所跟导火所 其实 对内气负很差 从S10输给IT的冒泡赛就有了 冰岛不是不说话 我刚才给你们说了 冰岛他们赛前打训练赛的是 DK跟T1 就是打不过 纯打不过 理解吗 这是我五分钟游戏就点了 就进到游戏 五分钟可能就点了 就三级就点了 然后打着打着就 就除了 除了中路之外 其实没什么人说话 这是真的 就除了中路之外 其他四个人都不说话 好吧 这我是可以去 去说的 你们 无论你们是黑猴和白猴 就除了中路之外 其他四个人都不说话 就直接被打烂了 就直接被打得烂烂的 五分钟点了 五分钟点 五分钟点 牛鬼在来中国的时候 不是像你们说的 不学中文 他是有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学中文 你们说我帮天洗的 就没必要在这听我讲话 好吧 我真的很挺烦 你们这种弹幕跟言论的 不要说我帮谁洗 就帮谁洗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 和我想告诉你们的告诉你们 牛鬼是有很有诚意 去学中文 但是Fanplus的五个人之间 是没有任何的生活交集的 我可以告诉你 Fanplus本来的五个人 加上那一年来的人 他们是彼此之间 生活上没有任何交集 你们觉得的下路也好 中也也好 上下也好 然后在单纯的同事关系的同时 你们这些爱戴节奏的粉丝 你懂吗 就本来选手之间 其实没什么多大问题 双方的粉丝会站起来 对起来跳骂 就导致这个事情发酵了 然后发酵了之后 管理层处理的又不好 又垃圾 导致的这个 导致的这个关系是恶化的 本来没什么事情 然后你们自己在那 极端粉丝当小丑 就是哄抬这个矛盾 然后管理层又处理这个矛盾 跟对内的时候不好 这个中间 从冒泡赛失利那一年 走到最后冰道 这个中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选手之间就就有心生嫌弃了 我怪的就是极端粉丝 好吧 我怪的就是你们这些极端粉丝 打完春菊放假回来 再开赛前 其实 牛鬼说过一个话 这原话的意思就是 我把钱退给你们吧 我要求中处合约 我想回韩国 这肯定都是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直接开话 他直接 在全体人的面前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不想要 我不想打了 我觉得你们 我觉得你们都不是我想要的环境 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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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解约 我要回韩国 钱我不要了 直说的 好 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管理层傻了 就是我觉得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管理层就直接傻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是我想说的是 从小天有心理问题 到牛宝本来是一个 那么想拿成绩的人 那么对游戏 那么专注认真的人 钱愿意学中文的人 然后到春菊打完之后 他有的这些反应 那你选择的是 不管牛宝 提小老虎 这个当 替补给他压力 其实我 我这样跟你们说 其实方普拉斯 很多人都 不是很敢发声 讲这些 包括我再讲一个事情 就是去年 在我们转会 刘少的过程中 方普拉斯 把刘少 关到一个直播间 直播 你知道吗 那个是小黑屋 方普拉斯 就跟刘少说 他说你就不能 从这个房间出去 你就不能见任何的人 你不能有 跟任何人有接触 就你必须待在这里 这个行为 也挺牛逼的 重点是 你S10打完 你那一年打完之后 不要天 你换了波 你换了波之后 你把天临时 抬上来之后 又因为天在 比赛里面的两盘 表现 打得很差 你又把它抬 你又把它抬下去 把北川换下来 如果 你是天这个选手 你现在对队友的看法 跟对管理层的看法 是什么样子 你们自己品一品 就是照着 打完转会期 买打野 换打野 出事情 抬我上去 临时就火 我打得不好 你又把我换下来 在那个时候 小天的心理一直 是不是一个 很健康 很良好的状态 那如果换成任何一个人 是这样去对待选手 我觉得选手 他说他有心理疾病 那我觉得是 我作为旁观者 我是完全能理解的 且在一些 对内管理的会议上 有些人说话 说的是特别难听的 有些管理说话 说的是特别难听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是绝类的状态 我都可以告诉你 现在你们 我觉得下路其实还好 我觉得这终也真的是 决裂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 其实后续的事情 你们在媒体上 都可以看得到 确实今年 在接地季纪录片里面 那个是很有点 我有点愣住的 那个状态 那个是不小心 被别人拍到 你懂吗 那个是被京东的 纪录片拍到的 然后你们才捕捉到出来的 就今年 涛博五个人的关系 都好到爆炸 就特别特别好 就你们天天挑事的 水手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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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黄 他们中间的关系 也都特别特别好 所以我 都好 涛博是正确的五个人 就像采访里面说到 那个是正确的五个人 好吧 人家关系就是好 你们不用说别的 人家关系就是好 但 但 但 你们是一个 夺顾惯的阵容 然后你们能把 选手的关系 处理到那么垃圾 这个是难以让人想象的 我听到的是风言风语 兄弟 你知道什么叫 你知道 营销号跟实名制 跟你去 访谈的区别是 营销号是没有法律责任的 假如说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其实不是事实 我其实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 想想曾经的FPX S九凤出东方 黄鸣四海 S十一五蕴昌龙 那时的FPX还是动物园 对内气氛LPL独一党 随后各种黑暗动乱 各种事件的发生 一件又一件 粉丝都麻木了 最后终于人生有梦 各自精彩 如今真相大白 算也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至于别的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强哥在NEST奋力提高身价 大碧哥LBL举办的热火朝天 思绍为赚钱的目标奋斗 金贡早早退役享清福去了 小天找到了最正确的五个人 虽然也不知道 套博明年会怎样 但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命运 作为那个已经回不去了的 FPX动物园粉丝 心中唯有祝福 希望他们都各自安好 前程似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